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不是孤独的路 我感觉是一条死路 我已经付出了我的青春了 明年都第六年了 让我重新选择 我不一定会选择去达辅助 这是我以前住的地方 我家有一个新的地方在那边 那你明天要不要带我们去那边看一看 我们要找我妈出去旅游 那边我也不经常去的 哇 走着吗 这就是我家 我平常在这看电视 这就是我的床 这是我的猫 不能吃了 才是要变胖的 进去点 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上次当中的学校 里面应该有同学在上班 这就是进去吧 这里是跑步的啊 以前那里就那个像体育课在那里跑步 就要说是第一栋 第二栋是什么各种那种实验课啊 什么那种化学课会去上过 电脑课就在第二栋 不一样在大学里面嘛 不计在上大四 你们之前也想过 读什么专业吗 计算机专业啊 设计游戏这种类型的 可以设计一款自己喜欢的游戏 我以前是在这些地方写作业的 就这种 以前是完整的那种椅 做的地方 就在这写作业 差不多 这种地方 2009年我玩过一盘 小法师 我记得我玩的是 然后就是12年了 才玩的英雄联盟 在战争学院玩的 在六区 发现好像那些人都打不过我 我就去一区玩了 遇到很多厉害的人 我遇到了勾勾引我记得 当时还觉得挺开心的 就能遇到这种职业选手 我那时候什么都玩 我喜欢玩 那时候老板本的南枪 还有什么打野啊 那种东西 没有这种职业性的话 其实就想玩什么就玩什么 就可能就是 突然看到这个英雄 想玩就去玩了 突然有一次我放假的时候 我一个游戏里面的朋友 就问我要不要去打职业 我就想了一下 然后就去试了一下 可能我是觉得辅助挺简单的 就 我也玩过 但是玩的不是特别多 然后当时就 就开始练辅助啊 各种辅助就玩了 但我重新选择 我不一定会选择去打辅助 感觉 玩起来不是那么帅 这一次算比较久的 在家里面待了将近两个月吧 之前的话最多半个多月 可能说二十多天就回去了 我也不知道 遗族的舞蹈吧 回来吗 可能就晚上我就跟我妈 坐在这里看电视 然后 她跟我做饭吃啊 什么的那种 或者我跟她出去外面吃 这边我小时候吃过 这边 日本上 基本上我们都来 我们这里有一家那种 逮族烧烤 明天可以带你们去吃 就是猪脸 吃东西真的是感觉很能缓解压力 但是突然有一天你会想起来 好像是真的 好像我是真的输了 我是假的 我是真的输了 我是假的 因为我们首次没有进入世界赛 老实说我在EDD待了这么久 我也是第一次八月份就 所有赛事就结束了 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干嘛 但是呢 我们的 终点不是在这里 我们还有明年 希望大家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当然我们 就是经历了一整年的一个时间 然后辛苦工作的状态 所以说你们也可以 适量地去吃 吃饭你们的压力 也可以休息去养一养 养活自己的精神和身体 接下来明年的一些准备 这样去过一下接下来的时间 辛苦了 大家都辛苦 有时候觉得挺累的啊 我看到别人那么多骂我的话 我感觉都要哭出来了 现在都还好吧 感觉确实打直接 把我变得更成熟吧 不会像以前那么幼稚 他在意别人的那种看法 我算是一个一半自闭 一半活泼点的人 就有些人都会变得更成熟 在这些问题上 我不会跟谁去说的 没有想过退役 只是有想过放弃吧 为什么我超级MAKO 是因为 他真的是一个人 那是一个人 在EDG 有很多支持 能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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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MAKO 能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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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复权 不复权 EDG 在世界赛 在资格赛 从来没有失败 问数据 也是再次的被打破了 你看地方太多了 你看地方太多了 年纪比较大了 反应慢了 操作不行了 就只能退役了 请你今年速了 有想过吗 没有吧 我感觉我还挺年轻的 感觉不会被压力压扁吧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大压力 我感觉 可能在比赛期间会有吧 那我现在休息的时候 感觉 就还好 你给我放一段时间 给我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当职业选手不是挺好玩的吗 算是 一种乐趣吧 或者说是 那就是我的追求 这个应该是上小学了 七八岁的时候 这个应该是五六岁的时候吧 这样子 再上幼儿园 我感觉 这个应该是上初中了 我感觉 戴眼镜的时候 我是初中戴的眼睛 初一吧 可能 我感觉不像我 真的 我一张看起来就不像我 可能这张像一点 我小的时候 我真的看不出来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我幼儿园就去游戏机里面打 我幼儿园就去游戏机里面打 我爷爷是开游戏那种游戏厅的 然后我小的时候 就住在我爷爷家 然后我就这样去玩 对啊 我不用钱的 我去就 他一直给我拼 然后后面觉得不好听就看 应该是这样吧 我印象里面应该是这样 印象里啥意思 就是 就是 就是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反正我是有听说过 就你家里有这样跟你说 嗯 那为什么后来又改了你爷爷呢 我也不知道 大概你小时候很野吧 没有啊 甜眼应该是那种